我們在談警察流失的原因 主要是在沒有這個勤務夾擊 因此我們在這一段期間 7月收到的回文 在3、4月的時候 我們就努力在爭取 那我請問你 我請問內政部 為什麼要卡基隆的警察 我請問警政署 為什麼北北就可以自己編列 為什麼我們基隆 自己願意出錢 還不能自己編列 金融市長謝國良召開記者會 一開口就向內政部喊話 我們願意來增加我們的預算 願意來增加這個勤務夾擊 中央肯不肯配合 我再次說明 我們要的 其實只是要警政署 給我們一個綠燈 讓我們可以比照六都 用我們自己的預算 來編列 我們自己基隆市警察 這個比較辛苦的勤務夾擊 但然而我們在今年的7月 收到了一個回函 基本上是打回票的 針對基隆基層援警出現出走潮 民進黨市議會黨團召開記者會 市長謝國良下午也出面回應 今天的早上的議會黨團的質詢也非常好 那我們就聚焦讓基隆能夠得到內政部的准許 可以來編這個勤務夾擊 我會馬上的來編列 讓我們的警察同仁跟雙北一樣 都有這樣子的一個勤務夾擊的一個能力 好不好 所以我想這個我想聚焦一下這樣的問題 大家方便一起討論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替基隆的警察同仁 來爭取更好的待遇 讓他們就是警察辛苦 那個是一定的 是必然的 我對他們衷心的感謝 他們的辛苦也造成了很多市容 跟交通環境的改善 自然也改善 現在只要基隆有稍微比較囂張一點的 基隆的警察就追他到天涯海角 難道不是嗎 但是我們需要的是給什麼 是給這些基層警員一個適當的待遇 所以我再次呼籲警政署 尤其呼籲我們內政部林部長 請你給我們基隆警察 只要給我們一個綠燈 其他預算我們自己想辦法 謝偉良強調 大家應該把問題聚焦在 基隆員警沒有勤務夾擊 他向警政署及內政部長林又昌提出了呼籲 請給基隆一個綠燈 讓基隆自行編列預算 發給勤務夾擊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道 為將各縣市政府警察局納入 我先試用在他的內政部下載 判斷地開場